其實傅崑奇講的不不為真 我們剛剛已經戳破了一些事情 但是呢 黃國昌也被翻出來 翻一個舊賬 是說你在2021年的四月份 當時在罵說權貴犯罪果然不一樣 他賣什麼人啊 賣傅崑奇 因為當時傅崑奇 他入監服刑 差不多半年了 就移到外衣監 差不多半年了 他就要提報假釋 出神就通過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事情上面 黃國昌 道德的長城 政治的完人 撞不住你知道嗎 馬上就PO了一個文章 今天台頭差很遠 他說公共事務不應該跟個人 過去的刑案紀錄混為一談 每個人對自己過去的過錯 好好面對 怎麼這樣 鄉鄉幾乎 沒減沒吃 老黃最近吃得不錯 狗糧吃蠻多的 有摸頭之後 果然就完全不一樣 我跟大家報告 黃國昌他其實沒有雙標 他的標準一致 他的標準就是 誰能夠和我站在一起罵民進黨 我就挺誰 就是這樣 我跟他分析 他2021年的時候 在罵傅崑奇 他說 你看他2020年才入監 2020年就外衣監了 關了半年就外衣監了 然後2021年4月就提報假釋了 他在質疑說為什麼他也可以外衣監又可以申訴的假釋 大家都在看法務部矯正署會不會給傅崑奇假釋 大家都在看黃國昌這一篇就是要罵民進黨說 你看權貴犯罪 傅崑奇 你對他才好 這個又給他外衣監又給他假釋 大家還記得黃國昌最痛恨外衣監 他最痛恨假釋 當時罵法務部就是罵這個 法務部是上 當時民進黨執政 所以他罵傅崑奇是有幫助到他罵民進黨 可是為什麼現在不再罵傅崑奇 因為黃國昌現在還是要罵民進黨 所以不能罵傅崑奇 如果罵傅崑奇的話 就沒有人站在跟他一起罵民進黨 傅崑奇昨天晚上講 可是他有說他合作的對象 不是跟傅崑奇合作 他說他合作是國民黨的總召 我跟他講大家都沒有看國昌老師 很多人都說苗柏你去看國昌老師直播 我跟他講國昌老師直播 我看出出都有看 國昌老師直播說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我這次我就是跟中國國民黨合作 我就是跟中國國民黨合作 我跟國民黨合作 他就說得很清楚 對不對 就拿那一根蔥 你也有在看 他也有看 他看有多館長的都有看 其實他就已經講了 他現在就是跟中國國民黨 你農我農 這很清楚 所以不是說我跟傅崑奇總召合作 我跟他說國民黨裡面有什麼 陳超明 陳超明是收國弊案 是不是一審被判有罪 請問黃國昌什麼時候講過 陳超明你這個貪腐 他後來國會調查權 絕對不會讓你碰一毛 任何不可能不可能讓你陳超明摸到一根毛 有講嗎 沒有 以後陳超明可以怎樣 朱祺調查這個百貨公司經營權 國昊收國除外 以後立法院裡面這些有案在身或是曾經有貪腐前科的相關的立委 他都可以黃國昌最痛恨貪腐他有沒有在他的最高機密版本 康萊爾法學博士所設計的完善的國會改革法案裡面定一條說曾經有炒股前科的立法委員不得參與任何跟民間企業有關的調查 沒有 以後復婚期可以怎樣以後他不用炒股炒股 炒股拜託一下以後所有立法委員你又起了要挖援 他沒有幫你挖援要怎樣 先調查 調查一下就好 你調查要怎樣 我會帶你的當事長來 你當事長也是有身分地位的人 你一定不想到國會裡面來對不對 不想要被立法委員罵 你要不要把我們支持一下 這個等於是開了立法委員跟企業勒索的大門 結果我們現在聽到什麼 我們現在聽到好多人說不會啦 這極端案例啦 不會發生極端案例 大家都不會啦 大家都注意人民都在看怎麼可能 我就問貪污是不是極端案例 是啊 立法委員有沒有發生 有啊 不是嗎 民意都在看 所以立法委員每一個都好端正 113個全部的聖人 改稱聖人院 你立了這個法律裡面 你為這些行為不減 行為不端 貪污腐敗的立法委員開了後門的時候 你有沒有設計防毒套 完全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黃國昌他必須跟中國國民黨合作 如果設計了這些條款 對不對 傅昆琦就沒戲唱了嘛 你知道大家支持國會改革 我心中的國會改革是什麼 第一 我心中的國會改革是 我希望有炒股偽造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假離婚的人禁止參選立法委員 我希望國會改革怎麼樣 我希望會議出席率低 質詢缺席的立委要扣錢 我希望國會改革怎麼樣 我們要修法 如果立法委員在任期之內有罪確定發監執行進去關的時候要上市立委資格 我希望國會改革怎麼樣 我希望國會改革裡面可以把被起訴而且一審判決有罪的人讓他上市立委資格 有沒有 結果這次立法改革完全沒有這些內容完全沒有這些內容 我希望國會調查權跟聽證 沒錯要啊 可是濫用這些權力的立委呢 立刻要剝奪立委資格啦 我希望國會可以好好調查 可是如果一旦涉及洩密 把上面有寫一個密的密件貼在社群網站的立委 要受到懲罰要上市立委資格啦 就自己也沒有啊 所以這一次根本就不是國會改革嘛 這只是國會自肥啊 自己給自己更大的一個權利 然後呢 這把上方寶劍拿在自己手上 完全無邊無際沒有限制 這為什麼 因為黃國昌要跟中國國民黨合作 所以他眼睛閉著 他不看 喔 這不是傅崑琦 他只是副總召 那個摸我頭的人 不是炒股假離婚的前科犯 摸我頭的人是副總召 他把他的眼睛閉著 然後呢 騙自己 也騙他的支持者 我覺得政治人物 他騙自己 我那是他的事情 可是他騙他的支持者 他告訴他的支持者說這國會改革 結果傅崑琦 你看他昨天剛剛節目前面播的那個 他那個叫什麼 他那個叫一個貪腐前科犯的勝利宣言啦 他說他炒股都是民進黨害他的 民進黨有叫他炒股喔 我沒聽過耶 他說 刑罰100條他是政治思想犯 一個炒股假離婚的前科犯 竟然在我們國會殿堂 大聲說告訴大家他是政治思想犯 我看了真的是感覺反衛 你知道嗎 真的反衛 那誰給他這個舞台 黃國昌也給他這個舞台 原來傅崑琦不接觸是他傅崑琦的個人 他個人的申冤條例啊 未來傅崑琦就是立法院裡面的政治法庭的法官 大家知道喔 現在他愛部喊出廢監院對不對 對 不是廢考監喔 對 為什麼不廢考監 為什麼不廢考試院 因為考試院病入行政院 行政院權力會更大 他不要廢監院 監院病入立法院 大家知道 立法院就更大了 欸 現在還有更嚴重 現在監察院可以彈劾法官檢察官 嗯 併入立法院之後 變作立法院可以彈劾法官檢察官 欸 以後傅崑琦可以彈劾 起訴他的檢察官可以彈劾判他有罪法官 這個舞台誰幫他搭的 黃國昌 那請問十年前我們一起奮鬥到現在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人 怎麼可能會接受這樣跟傅崑琦你農我農的黃國昌 阿俞 阿俞 你